美国NBA直篮赛事最近出现惊喜场面 一名啦啦队员在球场中央被男友求婚 场内观众与电视机前的球迷一同见证了 这令人难忘用浪漫的美好回忆 12月20日NBA例行赛 犹他爵士在盐湖城主场能源方案球馆 对上夏洛特黄蜂 中场爵士啦啦队热力演出 由站在最前方的丹尼尔带头领舞 但是丹尼尔跳到一半 队员们的舞步突然开始和他不一样 丹尼尔十分猝鳄站在场中央不知所措 但随即激紧地模仿旁边队员的舞步想完成表演 就在他感到彷徨又紧张时 男友布兰登从后面缓缓现身 朝丹尼尔走来 从口袋中拿住戒指单膝下跪 丹尼尔惊讶地说不出话 双手无脸在原地转圈 接着布兰登向他求婚 丹尼尔开心点头答应 伸出左手让布兰登为他戴上戒指 队员们在一旁兴奋地热烈鼓掌 并上前拥抱给予祝福 这场惊喜求婚是由布兰登策划 丹尼尔表示当他发现 与其他人舞步不一样时感到压力很大 甚至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 在众人的见证与祝福下 为求婚画下完美句点 留下难忘又浪漫的美好回忆